你 你 顾少华 你怎么能这么疯狂 湘浩宇 您输了 无论是雨宁还是红玉 他们将永远属于我 来呀 快呀 开枪啊 大哥 你已经失去雨营了 如果你开枪的话 你还会永远失去红玉 你开枪啊 开呀 大哥 大哥 大少爷 大少爷 大哥 你没事吧 大少爷 大哥 大哥 大少爷 掌柜 大少爷 君 却追功上华 是快 大少爷 大哥 大哥 你现在脉气很弱 你可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 要不大娘怎么办 她还在家盼着你回去呢 好 好 玉宁 玉宁 大哥 你就别再想了 要朕走起来 把身体养好 咱们再从长计议 上穹壁落下荒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玉宁 你就这么消失了吗 你就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吗 大哥 玉宁她永远消失了 她不会再回来了 她的骨灰都被龚少华给吞掉了 大哥 大哥 对不起 我 我不该刺激你 红玉 红玉 我要去追龚少华 我要去追龚少华 大哥 你现在这样 你怎么去叫红玉啊 你亲手把她交到龚少华手上 她能跟你走吗 红玉她会跟我走的 我已经失去玉宁了 不能再失去红玉 大哥 你完全是咎由自取 其实你跟龚少华一样 只知道纠缠 你得不到的 已经失去的东西 可完全不懂得珍惜 现在能够把握得住我的幸福 不 我也想珍惜红玉的 可是我心里面 却无法忘记玉宁 无法对玉宁复心 就算是当初 我决定迎娶玉宁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我在背叛玉宁 我虽然没有碰过红玉 可是我已经觉得 我在背叛玉宁 浩泽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 红玉宁也明白 红玉宁 其实你对她是有感情的 可惜你拒绝成人 我害怕背叛玉宁 我痛恨我自己 对玉宁不忠的感觉 可是大哥 爱并不是背叛 玉宁活着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 这已经够了 现在她死了 你把对她的爱转移 到了另一个女人身上 这有什么错呢 大哥 你什么都好 就是学不会原谅自己 我真的爱红玉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